在努力出席期間 民眾想要訪宴會 一定要準修規定 新北市小公共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就來提出 民眾必須要在公共開放的地方來試訪 晚上10點到早上6點是緊急試訪 另外使用在最期的時期的保持息來的空氣流通 拍片就依然化碳來中途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過新年 過年新年就要來告 為了要給民眾平安過年 新北市小公共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提出民眾在過年期間訪宴會 一定要準修規定 公共有開放的地方是在秀朗橋 上面有50公尺來的環圍才可以來訪 晚上10點到早上6點都緊急訪宴會 請民眾得得配合 秀朗橋的上下游50公尺內釋放 而且釋放的時段要特別留意 一定要在晚上10點跟早上6點一定是禁止釋放 那民眾如果有發現大量的暴煮煙火 其實可以打疫酒去檢舉 那檢舉成功還有檢舉獎金 新北市小公共第四救災救護大隊長 五島臨也重臨 過年期間恐怕黑冠 所以要特別注意熱水爐的使用 並保持洩來空氣的流通 派避液氧化碳中毒的液瓜 並讓民眾安裝煮驚氣 以保重家裡的安全 民眾使用這個燃氣熱水器啊 或者是瓦斯爐啊 或者是這個電暖器 要特別要開窗 不要這個閉門 或者是閉窗 容易一氧化碳中毒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五樓以下的老舊公寓 或者是偷天錯 如果民眾家裡面沒有裝設住景器 可以到鄰近的消防方隊去詢問 那如果資格符合的話 還可以免費贈送一顆住景器 剩這期間 大家都開心要過新年 但是安全絕對最要緊 新鮑市消防局也會提醒 民眾要放宴會 一定要去規定的地方 第一點可以上網路去查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過好年